少女时代徐贤离开SM公司的背后,只因SM做出这致命的失败决策。 少女时代已经在KPOP圈登顶十年之久,不能再成功了,而SM确实给了徐贤资源,但是在SM这种执意要改变大众音乐审美的公司里,艺人并不会有多少说话权。 徐贤是那种很坚韧,有思想的人,总感觉盲寐是要去做大事了,十年也挺久了,大家都各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人生中最灿烂的时光以少女时代的名字活动,余下的人生希望能活得四亿一点。 女爱豆的演艺寿命真的就是转瞬即逝,不能找到好机会即使转型成为女演员女歌手那么很快就沦落为积极众人了, 而SM在演力圈什么地位,造星工厂,好爱豆出了无数,但是有几个好演员好歌手,完全是凤毛铃脚,男爱豆尚且如此,女爱豆职业生涯更短命,作为少女时代成员,SM对盟内已感觉功德圆满,无心在推进。 众所周知德建筑学概论里德秀智角色,是SM对盟内嫌推掉的,众所周知德釜山行李德安昭熙角色,是SM对盟内嫌推掉的,这部部都是可以成为代表作的作品,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就了秀智和昭熙的演员之路,却被SM推掉,没别的意思,不吐槽,这种致命的失败决策对徐贤造成了一万点伤害,假如时光倒退,很可能看见徐贤的国民初恋,徐贤的女中学生,忙内徐贤绝不会仅如现在这般成就,这个女孩太独特了。 徐贤出道。 也没有多少人觉得她能成功吧,毕竟人喜白在那,资源也是不确定,可能日后知名度会从高位跌落谷底,但是她仍放手一搏不依靠其他有资源的会设,还是很佩服她的勇气。 正值少女人设施一方面,十年的综艺看下来,忙内很突出的性格特点就是坚持,固执,go,getter。 忙内在少女时代里发展不如队长金太炎和林云儿,在小队里也没有两个姐姐亮眼,但是她十年来从来就没有真正抠脚的时候,公司给资源就会好好去做,不给资源就自己找资源,并且坚持健身做脸,十年来形象与时俱进,越来越好。 其实说实话,影视林云儿,全佑丽,主持综艺Sunny,全佑丽,金校渊,唱歌金太炎,忙内哪里还有资源发展,如果帕妮和崔秀英都不走那么忙内也许还会留下,但是走了两人她也应该没有留下的理由了。 不过也许这是另一个开始,少女时代每个人都牺牲了很多为了大队,也是时候追求自己更高的人生理想了。 徐贤这种狗、getter的个性,无论做什么都会为自己交出一份满意的答选,看好她在离开后的发展,相信徐贤一定会尽自己努力做到最好,最后是少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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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